Ispot的Giselle无意中透露 他可能与SO的Dio有一想不到的友谊 粉丝们认为Ispot的成员 在Sunger Road上的采访内容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让人欢乐 Sunger Road可能是他们的第一个真人秀节目 但他记录的是其团体一些标志性时刻 如果说有一件事是肯定已经明确的 那就是成员们有着真正混乱的兄弟姐妹关系 然而网民的注意力也被另一种潜在的友谊所吸引 那就是Giselle与Dio之间的友谊 过去Giselle表示他是SO主唱的忠实粉丝 当他发行个人专辑时 他很乐意向身边人推荐他 粉丝们指出 至少在2021年底之前 Giselle容软称Dio为前辈 这是一种统一的尊称 他人在Sunger Road的一段备受关注的采访中 Giselle不再如此正式的提到他 相反 他提到了更熟悉的术语欧巴 但最重要的是 这样粉丝感到感动 不仅剪辑本身很可爱 而且Dio一直在位 他在SM里面的小萌新们 提供和支持的想法 也非常温暖人心 虽然不可能知道 他们作为朋友有多亲密 但粉丝们喜欢 这种前后辈之间的互动 爱都含舍 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